为苏德楼四楼的原住民族资源中心 长期以来举办各种原住民族的相关活动 让同学们认识及体验不同的文化 近期原资中心邀请太鲁阁族族语老师 来举办族服旨意的体验活动 不仅具有教育意义 更是传承文化的实境行动 族服对于一个族群来说 有着群体组织的社会意义 而太鲁阁族服上 更有祖林保佑彩虹桥的代表 这些都是太鲁阁族中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 这次活动由辅大原资中心 太鲁阁族文化课程杨乙杰老师举办 以旨作为媒介 透过简单的折纸艺术 介绍太鲁阁族的族服特色 我们今天的成员很多都不是原住民的孩子 那借着这样的一个族服的制作 然后让他们认识我们各族群的一些服饰的装扮 还有这个族服它其实是有意义的 它里面是有很大的含义的 原资中心针对辅大的原住民学生 以陪伴辅导为目的 除了这次的折纸艺术 平时也会邀请各界专业人士举办讲座 并与各系全人中心和开课程等等 让原民学生在上课之余 有更多接触自身文化的机会 我觉得原资中心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 在我们的原民生的从入学到毕业 甚至是毕业的走向 那我们原资中心老师都应该是要 陪伴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安稳的就学 然后可以在原资中心跟老师之间有一个归属感 然后是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带着的 比如说有事没事都可以来找老师带着的一个地方 我自己本身是太有隔组 所以我就还蛮有兴趣的 就是原资中心办的讲座 有一次活动我都会参加 但是之前都是办那种讲座 就是前面有讲师这样 这次是第一次我有参加这种 自己动手做的比较有趣 无论是否为原住民身份的学生 辅大源自中心都非常欢迎同学们多多参加活动 一起去认识这块土地上不同族群的文化艺术 记者郑家云王以杰采访报导 遍不知欣赏不仇晓戏 三方便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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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